路上行人 撐起雨傘 勢搭搭的天氣 讓人不想出門走動 段午連假剛過 好天氣就說再見 因為封面接近 加上西南風影響 轉眼就變天 封面上面的對流逐漸接近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提醒從現在開始到下班 到晚上就算期間 西半部地區的降雨之旅 會逐漸的提高 特別在新竹以北地區 可能都要隨時注意 降局所發布的大雨特報 休醫師二十四節氣當中的盲重 是夏天中的第三個節氣 象徵穀物發育成熟 農民搶收的好日子 座物上都已經節食 還長出細芒 所以被稱為盲重 不過盲重季節氣溫升高 加上適逢梅雨季 容易感到悶熱疲勞 民眾還是要隨時留意身體狀況 高紫色的溫度 這代表今天因為受到西南風的影響 造成噴風的現象相當的顯著 今天整體的最高溫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臺東縣的臺東站 來到三十九點一度 這在臺東站的暫時上 是六月的第二高溫 臺灣東西兩樣晴 臺東出現噴風 創下三十九度高溫 紀錄 西半部地區受風面影響 濕搭搭 這天氣恐怕要持續一週 週一午後開始 西半部地區雨勢越來越大 週二到週四 西半部地區容易有局部鎮雨或雷雨 要特別留意短延時好雨發生 週五以後局部大雨則主要集中在中部以北地區 要到週末封面逐漸北台 雨勢才會有緩和跡象 靜新聞 林耿賢 洪偉濤 採訪報導